或是有影響價值 或是 或是你 我就是不了解 你作為你新聞的 那個 應該是 難道什麼事都寫嗎 這一點你解釋一下 這一點確實 可以讓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的作業 因為確實新聞那麼多 為什麼我要寫或不行 舉例好了 像剛剛那個林靜居那個新聞 如果再帶來講我們就不會寫 因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一個社團跟社團的活動 所以新聞通常會比較站在公共價值 的角度 公共價值越大 影響更多聯誼的事情 我們就越要報告 那比如說自己的社團的聯誼 假如我今天 清華大學某個社團 跟中大學社團交流 那你都出現在學生報 學生自己會報告 那跟他們不關而已 他跟這個學校以外的不關 所以郭文對我們這種新聞就不會報道 這是一個比較 另外 我們再講 可是影響公共價值的事情很多啊 我們從這個技術來比較 剛剛講是公共價值的高低 可是 同樣公共價值的高低 多很高的也不可能全部報道 對不對 那麼多新聞我們可能都報道 所以我們會有選擇 是一個媒體的一個主要的選擇 例如說好 我們處理了政治行為 基本上我們會把政治行為 當作我們重要的領域 這是一個大原則 那我們會選擇社運 還是我們的大原則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個媒體 我們要監督媒體 這就是重要的 我們可能設定這三個 是我們主要的戰場 然後呢 從這裡的戰場再選擇 我們覺得更重要 或更影響 或話題性更高 再來選擇 所以我們記者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五個記者 我們有兩個就分配到 一個是跑南 跑南鷹的 一個跑綠鷹的 就割一個記者 這是記者平衡 所以我們的路線是這樣 就是政黨的新聞和政府的新聞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八卦新聞 沒有營養的那個 譬如說色情啊 或是男女的情 那我可以講啊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 我們媒體是這樣的設計 但是我們自己媒體的學生 那你剛才看到那個八卦新聞 為什麼會那麼多呢 我跟各位講 真的很殘忍 就是說因為 這些新聞的領域 還有閱讀就是比較高 你知道 我們在報社的時候啊 我們做過調查 這個調查到現在都一樣 我們 我們開的報紙的頭版 一定是重要的政治新聞標準 通常是這樣子 那二版三版交點新聞 都是政治新聞標 公共政策的新聞 可是 報紙的調查 看最多的是什麼版 社會版 就是 報紙的喔 報紙就是要做民意調查 去查 社會版 最多人看 電視更不用講 電視不用調查 每天輸資在哪 社會新聞就是更加很高 這八卦新聞 隱形的新聞就很高 這都變成媒體在報導的依據 那這部分 我知道你一定很覺得 我也贊成了 所以我們就不怕有這個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整個商業活體是這樣 你說市率高的才會有廣告 廣告進去他才能生存 他才能賺錢啊 如此這些主板一定要做這個商業的 而是因為他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他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他就只好關門 或者說人員就要支錢 我算是一個商業邏輯的影響到我們的媒體 可是一般來講 我希望我們的媒體有自己的自主性 做一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你知道人員跟eat today嗎 其實網站現在最大的原神網站 是eat today跟nonews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很多人會在評評一些 我們像我們這種媒體 網路媒體的比較 可是很奇怪 比較來比較去 就是不會比較到這兩個媒體 可是這兩個媒體 很多媒體的點閱率都比我們高 高很多 他們都是全台灣的新聞都在前十年 那為什麼會比較呢 因為他們點閱率高 都從情色群 八卦新聞 居民的 在網路點閱就很高 雖然他點閱率高非常多 可是人家就不會把它當做一個重要的 有信任感 所以雖然他點閱高 他可能會有恐慌 因為他點閱率很高 可是人家不會把他當作可信任的 那種點閱原因也不如他 可是人家覺得你報導是可信任的 我們記者 真的新聞媒體 我們希望獲得的是信任度 因為如果人家不信任 你報導人家就覺得 你講的不知道真的假 這樣就很難影響了 所以 政府其實對待我們這樣 我心頭很那麼小的媒體 他是把我們跟這些報紙電視 當作等同對待的 我看等同對待 他就說 就說好了 去年 馬總統去那個 去年參觀什麼 核電廠 他要等遠之旅 那我們信任 就是其中之一 有三個媒體代表組 參加這個行程 當作報紙電視大堆 那網路媒體 我們信任我們就被邀請 那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報社代過 我自己當政治組主任的時候 我是有私底的記者 可是我們公司的記者 如果五個來講 對他們一個生活小組 都愛不如 的規模 可是他需要邀請我們 這個總編你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報紙有影響力 他只要相信你報紙 會比較有影響一些人 看法 所以要邀請我們去 所以我覺得 我們其實 作為媒體是個事業 泰坦目的當然 最好是能賺錢 可是如果 不賺錢 你至少還有一個獎勵 要可信任 如果你沒有可信任 只賺錢 信任是要做廣告 做宣傳廣告 公關 那那個部分 是違反我們的初衷 我們當初 從主流媒體出來 做這種苦戰 就是希望 或者是我們 自己心裡想要做的 那 我回答你這問題說 如果我們 心頭給他做 如果自務性行銷 我可以已經賺非常多錢 我們可以賺非常多錢 為什麼 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們有三十幾個的新聞 一天 那我假設 因為我們在成立半年之後 就有人家 你們還有個廣告啊 他說 幫我們邪迪者新聞 一望 邪迪者一起 因為我們為什麼邪迪者一望 因為我們新聞會到雅虎 跟那個一樣 跟蠻子一樣 那到雅虎 或是到 HINES 亮天空 SMPC 都會入住 他們的新聞 都會有我們的新聞 那 你想想看 我去雅虎 登廣告 費用很高耶 而且你們的版面 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我透過我們新聞 他會登在新聞版面 甚至會被頭條 然後 這訪號叫我又好 他付我一萬五便宜太多了 所以他願意付一萬五 然後也登在不同路口 那假設我就在同意了那一折 我幹嘛只登一折 反正人格都賣了對不對 我就賣三折 對 三折就四萬五 我一天賣三折就好了 三折一天四萬五 我一個月就是一百三十萬 我們的每個月成本支出啊 只有五百三十萬的一拜 所以我們可以近賺一個月的一月 然後我找到賺錢賺回來 所以我說如果我們 我們家演情 我們還是很辛苦 我們還是要自己 拉那種靠人情的廣告來支撐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要賺錢 很困難 我終於了解 原來政言法是最怕的 是媒體和政治人 所以報紙媒體是不能相信的 只能參考 其實我 終於 還想 我相信大部分的媒體都還是只能參考 其實我們的媒體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人與人已經沒有互信了 已經沒有叫做什麼 真 陳 所以我們的社會是真的很可怕 其實就是說 做如同這樣 作為新聞記者 要報徵 還要倒徵 可是我們是擴大先來 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 你賺錢 什麼事都想賺錢看 我終於了解 這是資本主義下的媒體 是這樣的 當然這樣的情況 基本上它還是有個比賽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多元社會 很好處在這裡 你說它都完全都是亂講 你沒辦法才能這樣 因為我們電視台就知道六七家 是全天都20小時 還有報紙 還有那麼多網路媒體 所以如果有一家明顯的偏頗 另外其他家的報紙 就會證明你是錯誤 除非有一種情況 就是我全部買 就是說全部買通 那這新聞就完全都是它的口徑 所以目前如果還多於你 還好 我說萬一我們變獨裁的國家 就對不起 你說那種情況之後也不會發生 就是說很乾淨 也不會渲染 可是都一切和平 但是其實大家都不知道真實的發生情況 這更可怕 不過政治還是要有道德良心 對於 但是我相信英國的人 就是 就是只有如此 所以說國家會 會走路下坡 所以就像 對媒體人來講 是一樣的 媒體人是要道德良心 因為媒體人其實 我剛才講的 那些記者 當他們變成報導對象的時候 他非常恐慌 他不要大家來跟我 要求下家 我可以聽得出來 他們非常的恐慌 他們之前報導人家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 他對人家壓力多大 最近有一個記者的 一個女記者的 她後來也不當記者 她弟弟自殺 結果媒體把它宣傳不知道怎麼樣 他衝刺 他才知道 原來他當記者的時候 也傷害過多 他雖然對其人也衝恨 因為他還照記者 侵入性的報導 被當事人的傷害多大 可是你沒有遇到的時候 你永遠不相信 你覺得 這報導是這樣子的 那今天有些人 我舉最後一個例子 蘋果日報有的記者 蘋果日報有的記者 有一個老師 他有姓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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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不是姓騷 還是姓騷 一個女子生 然後 這個老師後來就 因為被 被拼發出來 做記者的 林報導 報導的時候呢 他就出面道歉 然後他跟記者講一件事情 他說 請記者林報導 沒關係 但不要把我們寫出來 然後如果寫出來的話 那 我就會自殺 他說 然後結果呢 那個 各報就 基本上都說 不寫名字 就說謀笑容實 就好 事實還叫暴徒 那蘋果日報的記者 他回報就跟主管講說 欸 你要老是說 他會自殺 這種你還是不要 那主管家講什麼 他敢做管答 啊 不好 名字寫出來 結果那個 結果蘋果日報 寫他名字 隔天就自殺 那老師真的自殺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記者從此就 唯一基金教 那 良心受創很重 他就害死了一個人 所以這記者 他 他沒有想到 真的那麼嚴重 可以想想 主管要求 你就是要這樣去 什麼 敢做敢當啊 你什麼怕他 還不好意思 這個沒有放人家想 就是說 你要跟他已經跟你這樣要求 他已經認他錯了 你寫這個名字 跟不寫認知 會有影響嗎 沒有 可是他就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個 後來那個記者 他本身也非常的良心 過來 會變成虔誠的基督律 我說 記者本身還是有良心 一條線在那裡 無視說 跟無所謂 然後我講報道事實 這家 這也是事實沒錯 他報道並不是非事實 可是 在人性中 總統那一點是可以保 我想最後就這個 做我們今天三個結論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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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